约伯记第八章 书雅人彼勒达回答说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 你口中的言语像狂风到几时呢 神怎会歪曲公平 全能者怎会驱往公义 你的儿女若得罪了他 他就因他们的过犯撇弃他们 你若殷勤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又洁净又正直 他就必为你奋起 复兴你公义的居所 你起初虽然微小 到后来必定非常兴旺 请你查问前几代 留意他们列祖所查究的 我们只是昨天才有的 所以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过是允儿 难道他们不只叫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 葡草没有泥 怎能生长 芦苇没有水 怎能长大呢 上青还没有割下来的时候 就比百草先枯高 忘记神的 他们的末路也是这样 不敬前的人 他的指望必成泡影 他所自视的必被折断 他所靠赖的 不过是蜘蛛网 他依靠自己的家 家却立不住 他抓紧自己的家 家却存不久 他在阳光之下 滋润液轻 他的嫩脂长满原子 他的根缠绕石堆 扎入石地之中 他若从本处被拔除 那处就否认他说 我没有见过你 看哪 这就是他人生的乐趣 往后必有别的人 神从尘土中生出来 看哪 神必不离弃完全人 也不扶住行恶的人之手 他还要以欢笑充满你的口 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恨你的 都必以羞耻为一 恶人的帐篷 必归于无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